現在已經開始有人在講了 當韓國瑜在酒吧裡面 直播去講 希望行政院不要卡高雄的預算 而事後蘇院長也出來 跟大家對象就是 如果是在我上任之後 要你重寫重便的話 我就跟你道歉 不然你就跟我道歉的同時 蘇院長忘記補離去就是 不管那是哪一天 不是我 我先跟大家講 可是我現在才知道這個事情 我馬上要求開會 馬上200多一發下去 高雄人就會覺得說 蘇伊立委會關懷我們國雄 很多人在問 那高雄的立委 不是九星連珠嗎 那你們九個高雄立委 怎麼不出來幫高雄爭取預算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這種場合 韓國瑜去了 他只有加分 就是表示說他願意去接送 網路上這兩天 剛剛清慧在講說 他基本上都已經走路都吃力 因為他去迷陀那一天 吹到海風 跟著幾個跟著他去的人 都回來都中感冒 不知道是不是 附近有人感冒 還是說迷陀的海風很冷 這兩天網路上一直流傳 這張照片 因為其實大家應該都看過 他只是其中一張 因為大家更討論多的是 有一個穿紅色衣服的一個阿姨 她蹲在路邊 她過去跟她講話 結果那一天 觀眾朋友把它放大 因為為什麼大家討論這個 看起來就是迷陀那天 早上五點多 他去看魚市場的拍賣 大家講說你看 才幾點而已 他的領子旁邊已經全部都是汗了 這是後來網路上大家討論說 這個市場很感興 因為他第一次去住 果菜市場的時候 有人覺得說他留的時間不夠 所以他就從早上起床以後 看魚市場 去看魚溫 去看養蝦 去看養虱目魚 他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就因為那樣吹海風 這樣感冒生病了 所以當中央還在提這個事情的時候 韓國瑜基本上我覺得 我們也要就事論事 他在酒吧裡面講的內容 是不精確的 確實不是在蘇院長上來之後 可是他就是為了高雄急 我相信如果蘇院長願意 把這個計畫重啟 趕快開會 不要說拖了五十幾天不開會 趕快把預算撥下來 我相信韓國瑜可能願意跟你 開直播或是公開跟你道歉 或行政院院會都可以 所以韓國瑜 我剛剛第一個階段大家在講 就是民進黨過去是農漁工 還有高知識分子跟年輕人 現在真的農漁工 被韓國瑜整個抓住 剛剛我們所講的學歷的部分 還有區域 在中南部的部分 韓國瑜是遠遠贏過蔡英文的 為什麼會這樣 他不是國民動嗎 查倫動在中南部不是沒有票嗎 現在他在看韓國瑜的時候 看的不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看的是這個人 他貼近我的生活 他了解我的痛 而且他想要改變我的痛 這才是關鍵 黃崇燕發言人 他還沒有出來回覆總統交代 不知道是沒交代還是怎麼樣 我講一個例子 因為我聽到這個話的時候 我對黃崇燕本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批評 但是我覺得 這又是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看到總統府發言人 罵韓國瑜是喝醉酒的土豹子 他說土豹子喝醉酒是什麼 那就是喝醉酒的土豹子 書法家喝醉酒 可能會有藍廳集序什麼的 都很棒 但是土豹子喝醉會是怎樣 只是一個喝醉酒的土豹子 觀眾朋友 當時1998年 阿扁跟馬英九在台北市 選市長的時候 當時幫阿扁的陣營 所提出的slogan就是 土豹對上貴賓狗 是羅文家寫的一個廣告文宣 說阿扁是土豹 然後馬英九是貴賓狗 這多姓 然後我是土豹 阿扁後來當總統了 因為他後來市長輸了以後 回來以後他當總統 他還特別去養台灣土豹用狗 所以現在才永哥物語 所以你再講一下是土豹子 還有那個時候 他就用兩個來比例 大家可能年輕稍微輕一點 觀眾朋友現場 我相信將軍應該都知道 大佬一定也聽過 土狗對上貴賓狗 馬英九是對披薩對上包子 正好土狗 貴賓狗 披薩包子 土跟包子 土豹子 你把羅文家當時幫阿扁講的 又土又是包子的東西 居然套在韓國瑜身上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這一些我剛剛講的農漁工 高雄人 屏東人 台南人 漁民 農民 他們就是覺得 你說我土豹子 我就是土豹子 但是我可以幫你我 改變現在的生活狀況 所以才會有大家講說 一個這樣流汗 這是很多的在南部的 這些漁民跟農民 他們看得很 一張相片很感染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我就挺他 後續會不會選總統我不知道 但此刻覺得 這個馬不停蹄的總統 對不起 馬不停蹄的市長 他們覺得很甘心 我們現在講這個活動 活動之後他馬上又 他又去接見這些導演 然後幫高雄拍片 他一天的行程拍得非常滿 所以高雄人看在眼裡 所以我還是回到那一句 就是說今天的這個 命題跟組織非常的明確 當韓國瑜 他不只是靠著紳士質量 打贏了去年的選舉 其實觀眾朋友 今天根本還不到兩個月 12月25到2月25 韓國瑜上任高雄市長 還沒有兩個月 他已經用他的行動跟高雄 已經和在一起了 所以雖然他的民調上 叫他去選總統的高雄比例 在TVBS來講的話 不是那麼高 可是高雄市民對於這個 在爭取預算的市長 還被行政院給痛罵 被發言人給嘲笑的這個市長 更是反而是 在幫高雄爭取的人 然後民進黨的蔡總統跟蘇院長 反而是變成是 你為了要對付韓國瑜 你竟然可以犧牲高雄人卡掉預算 反到高雄最後 他是直變的 其實觀眾朋友不知道 20 30年前 台南高雄都是國民黨執政的 過去他是藍地 後來變綠地了 藍天綠地 現在這個綠地 慢慢的感覺要轉成韓地了 變成韓國瑜的本陣 所以正在變化當中 可是民進黨沒有發現 蔡總統跟蘇院長 以及我們剛剛談到的 國防議題 很明確的就是傳統的SOP 只要一拉高兩岸的 軍事的狀況 緊張關係提升的話 民進黨的票就會多一點 所以其實我看起來 還是選舉模式 我完全贊同大佬講的 我根本不擔心兩岸打仗 因為你現在這種狀況 大佬根本不需要打台灣 過年期間之後在任武 上帝公 當天韓國瑜去 他去參拜 然後還發紅包 記者是有看到 就有敏感度就會問他 說你怎麼來 你聽他講說這是外賣窟 對 大家都知道 因為整個高雄 都是民進黨的區域立委 都是他的選區 但是過去 就像蔡英文總統去那個廟的時候 不可能說 馬英九也同時兩個在那邊 就是等於是 這個王走了 王不見王 但是你看 他們就有一起參拜的畫面 而且還有一個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之後那些民眾 你看這個是韓國瑜的紅包 這是韓國瑜的兔子跟的熱量 有沒有 大家應該很熟悉 他也高興跟他照 過去應該是不會 所以其實的確我們觀察到 巴恩許智傑邀請韓國瑜 包含了這些委員 高雄的立委跟議員都在 特別是立委 因為立委們怎麼樣 立委們馬上要選舉了 如果以這一次的選票比的話 單選兩票制 我都會輸 然後再給大家補一個 這個是郭國瑜 他選台南的二選區的立委 那一天在2月17號 就是韓國瑜去幫謝榮介的時候 也是看到三子連線 然後還有很多的 庶民的領袖的時候 郭國瑜當天也是不示弱 他也有個活動 叫做高顏值助選團 說許淑華這些人 楊家良他們是高顏值 戴偉山這個 結果你看這台北市議員 這兩個新北市議員 桃園的 台中的 怎麼沒有台南跟高雄 後來傳出來 原來新潮流的台南議員 跟高雄議員 郭國瑜有去找 結果台南市議員跟他講說 這把韓國瑜 不要跟他正面通途 我們最近也行政很趕 所以反倒是 對 反倒是遠從台北 新北班舊兵來 所以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就看到台南 高雄 南台灣的這些議員跟立委 民進黨籍的人 現在跟韓國瑜的關係 開始出現變化 不是說我也愛韓國瑜 而是說因為選民對他的看法 我如果跟他正面衝突 到時候受害的會是我自己 因為講土包子 以為是那個土包子還是包子 就是披薩跟包子的那個包子 我提醒大家 根據台灣話 土包子不是包子 有沒有 托包 托包 一點包子的意義都沒有 托包就是你慫 吃飯 吃飯 沒吃飯 沒吃飯 對不對 跟包子無關 大家就誤會了 好 回到本題 我認為也許深南這一塊 有一小部分的人 認為韓國瑜這個有一點冒險 你怎麼去參加這個動作 但是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韓國瑜是加分的 因為相比馬英九每年都去 而且道歉得非常周到 每年都要道歉 道歉到深南這塊很有意見 韓國瑜今天第一次 為了以後施政的方便 我覺得這個是加分的 我倒是覺得 陳志忠沒有好好想 不只是陳志忠 我覺得很多綠的委員 議員 尤其在高雄的 他們現在有一點對韓國瑜 不曉得是要罵他 還是要扯他後腿 還是要高一點 沾一點光 或是說將來選票 不會跑得那麼厲害 這有一點舉起不定 我今天看到陳志忠 前面的四個愛與包容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驚訝 我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不了解其中的奧妙 我認為今天二八家屬也好 二八受難者也好 裡頭的鷹派 今天他們要強調 每年這個紀念活動 或者是要 過去都是要追究誰是元凶 今天來了一個愛與包容 是受到韓國瑜的影響 現在你陳志忠被影響 被拖過去了 看在這些陳志忠的支持者的眼裡 他們是所謂支持陳志忠 是要陳志忠 就二八事變所遺留下來的傷痕 要愛與包容嗎 我實在懷疑 我不曉得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我今天不曉得你 我今天不曉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